南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听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这是大家阿弥陀佛 课本年19月 报数第六行 这里是在讲三圣共法里面 要修病 在传佛教 修定的人比较没有那么多 因为大家习惯念佛 而且会觉得修定的传承 传承比较没有那么多 就是在现在 过去智者大师 他基本上修上的是子官宣明 就是教官宣明 就是除了临着教理之外 修上修殿 子官 禅宗也偏向你殿 不过明清以后 基本上大家都是以念佛为主 修定补就少 在中国的话 就是老庄老子道家 那么大家也是也是讲究修定 那么孔子他们就比较不强调了 好那么来看 定基本上前面讲要离乳育 因为这些都是会障碍你修定的 那五盖是贪欲盖 这里讲的是欲贪盖 秤慧盖 昏沉睡门 那么调举恶重 这个是因为他的作用一样 所以就换在一起 还有一个就是疑 这五盖 那么这个都是覆盖 尽心善法 而不得发生 对修习定位的障碍极大 所以叫做盖 覆盖覆盖 阿兰经里面常见 无女所覆 或是无女所盖覆盖 那么基本上就是 因为有这个覆盖 那么这些善心 就没有办法升起 一滩从五玉的静妙相而来 不殊胜 妙色妙生 妙相妙威妙粗 所谓的静妙相 所以称谓 从可正进而起 不如意的 憎恨的 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 就是一个 起贪爱的 一个起称恨的 在境界上 就是五根对五层 炎耳鼻色妙对色妙相未修 这些境界 请看来 温层的心情 内裂下沉以睡眠明镜 所以温层睡眠是同一个 这是从暗昧相 那么调局跟温层相反 温层跟调局 温层是暗昧 调局是心性的向上飞扬 我们就说妄想纷飞 就想一想 那这个温层有点像 暗昧相有点像发呆 什么都不想 那么你不知道 暗昧 恶作是追悔 那么追悔主要是 他是说从想到亲属国徒不死 即追忆过去的事情 或乱想三世而引起 这个是调局 追悔 调局恶作 他说恶作就是追悔 那么追悔基本上有两个 一个就是对于曾经所做过的恶事 追悔 那么一个就是对于所做过的善事追悔 那么白话讲就是我后悔以前做了什么 我后悔以前做了些什么好事做了些什么坏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我后悔没有做什么好事 没有做什么坏事 我后悔没有把那个人杀了 我后悔没有去做那件事 那么这个都是追悔 追就是对于过去的所做的不管是善还是恶的事 对于过去所曾经做的善跟恶后悔 对于过去没有做的善跟恶后悔 早知道我就要这样 早知道我就不要这样 就是这个就是追悔 那这种追悔的心被障碍 那这种果是我们很习惯的 我们很习惯 我们很习惯追悔 就是后悔没有做什么 后悔做了什么 那善跟恶都有 那他这里又讲到 亲属国土不死 那一般 一般一般我们讲到 这个叫做不善思维 叫做不善绝 那一般我们说到的不善绝有八种 欲 称 害 那就是三个 亲履国土不死 那就是这三个 还有族信亲屋 那就是欲绝 称绝 害绝 那么亲履国土不死 那就是思维 那就是八不善绝 那这里的追悔 基本上是主要是四个 我们先讲八不善绝 这个是绝就是一种思维 欲 称 害 那么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亲履国土不死 就会想到你的家人 你的国家 什么什么这些 然后族信亲屋 想到自己出身高贵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这个生起傲慢 这个想到自己的族信高贵 然后想到别人怎么样怎么样 那怎样不如 就会轻慢别人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八不善绝 那这里讲到的亲履国土不死 那么这里是说到 因为大比伯说中里面 吊举恶座干以释法而始 他说吊举恶座干 你盖里面的吊举恶座 你盖里面的吊举恶座 就是你在残羞的时候 容易想到什么 这个是 恶座就是追悔 吊举就是妄想分别 到底都在想些什么 吊举恶座干以释法而始 就是大比伯上面说的 老师这里呢 老师这里说的 就是以大比伯上面 以释法而始 就是 就是他以这个无特性 就是 大概你如果在打座的时候 都想到什么 就是这个 亲履国土不死 就是三个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面喜乐事 就是这三个 然后一四个是面喜 对于过去 曾经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 曾经的美好啊 那么这四种 那么这四种 他说有 有 就是 就是 以这四个 那么 所以他这里讲 追悔过去的事情 就是大比伯上面说的 面喜乐事 另外 另外 乱想 乱想 就是调除 这个 三四而引起 过去 现在未来 我过去 没有做什么 我过去应该做什么 就是像这些 我未来要做什么 以从三四起 不能正思为三四的诸行流转 过去现在未来 就会 我我所 推论过去式的 我 是怎么样 那 这一类的疑或 好 那么讲到疑 基本上是十六种疑 过去 过去 有五种 不是十六种 十一种 十六种 对 过去现在未来 总共有十六种 我们稍微再理解一下 因为这是乳盖 乳盖 乳盖里面的乳 它基本上是乳 乳盖里面的乳 过去 现在 未来 过去 未来都有五移 现在有六移 那 过去 未来都有五移 现在有六移 那 就是 你在打坐的时候 你会想些什么 你是会有这种 我余过去 是否存在 这个会让你心不能专注 我余过去 是否存在 我存在于过去 吗 我不存在于过去 吗 我余过去 是否 不存在 不存在 就是 存在 改成 不存在 就是 第二种 第三种 我余过去 始 是什么 如果过去存在 如果过去存在 那我过去是什么 是人 是天 是男的 是明的 是什么 种姓的 是什么 第四个 就是 我余过去 始如何 那我在过去的时候 过得怎么样 我长得怎么样 第五个 第五个是 就是 我一过去时 从什么到什么 就是我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 等下我们再来讲 我宿命通的 他都看到些什么 过去时 从什么到什么 就从什么而来的 什么 到什么 这是过去的武租 这是过去的武移 过去的武移 那么 现在有六移 未来跟过去一样 未来其实就跟过去一样 我一未来是否存在 我一未来是否不存在 我一未来将从什么到什么 那么这个未来跟过去的华语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就讲 从过去 就把过去改成未来就是了 现在有六年 现在我是否存在 我是否存在 我是否不存在 第三个我是什么 我什么是我 那么我如何 我问好了 不是再问这个就是一吗 一五个我从哪里来 就是差不多 只是说现在有分 我从哪里来 我将往哪里去 那么过去未来 就是从什么到什么 一样的 我从哪里来 我将到哪里去 就是把这个分成两个 从什么到什么 我从哪里来 我将到哪里去 那么这个是首位的十六年 不会想这些吗 也不一定 有些人也不会想 但是就是大概都在这个里面 那么要先把这个断了 就这一类的疑惑 那导师只是 简单讲 推论过去世中的果是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就是 现在的果是怎么样 未来的果是怎么样 那导师没有多说 那导师就是推论过去世的果 那其实就是三世 常常讲三世 那么过去现在未来 过去世中的果是怎么样 现在世的果是怎么样 未来世的果是怎么样 那这个我们也可以从 我到底是什么 那个妙贤米修宁 大加塞的太阳妙贤米修宁 他是米修宁中的宿命第一 那他在讲到 他回想到他过去的宿命的时候 他有这么说 可以参考到说 我们到底都是怎么 怎么来看待自己 他说据宿命智者 对不对我选米修宁 他是宿命第一 那这里讲到 他说这个 这个据宿命智者 堪忍意念过去 过去一生 我们讲 贪忍意念过去 你过去一生 想些什么呢 就是知道什么 因为他有宿命通 你过去一生 然后乃至二生三生多生 到多结 多结 不一定看他的 看他的成功 那么 再比出 这个时间 然后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再比出 那基本上这些都是我们会想的 再比出 然后 然后 我有如是姓名 这个是他已经知道了 我有如是姓名 问一生我叫什么名字 是哪个姓名的 如是种姓 生在什么家庭 什么种姓 印度的种姓制度 那我们就生在大夫人家 是王光棍 就是王公贵族里面 那么 如是龙啊 这个不是五概 这个只是说 因为我们都会想 过去到底怎样怎样怎样 过去是如何 过去是什么 过去是如何 过去是什么 过去如何 基本上就是真心 在比出 在什么地方 哪一个国家 有什么姓名 什么种姓 什么容貌 长得怎么样 食用 如是 食物 都吃些什么 肉道里面各不一样 如是 食物 都吃些什么 那么 敏壽如是可乐 敏壽如是苦乐 有些什么快乐 有些什么痛苦 敏壽如是苦乐 有如是受量 那我没有多减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从比处死后转身此处 我从哪里来伸到这里 就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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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比处死后 今天他想到过去 那这样来想想到未来 未来都还没到 但是也大概都这么想 我从比处死后 转身此处 所以我们来对看 看这些我从哪里 我将到哪里去 我从过去 从什么到什么 我过去是如何 过去是什么 过去是什么 就是在 这个在什么地方 是什么 什么 肉道里面的 谁谁谁 那么先有存在不存在 这是想法 然后在存在的时候是什么 不存在就没有了 不存在就没有 底下就没有了 但是如果是存在的话 那是什么 盖茨有吗 盖茨有吗 这要修不敬想来自玉滩 修慈悲想来自称灰 修缘其想来自瑜 因为这是五概 五概就是玉滩称灰 温存睡眠 遇灰就用不敬观来对峙 称灰就用慈悲观来对峙 疑就用延起来对峙 那么这个昏尘睡眠就用光明想 那光明想我们说有两个 一个就是真的观那种光明 光明像 取那个光明像 那光明像就是白天太阳出来就可以取光明像 那光明像就是白天太阳出来就可以取光明像 就是一般有些会点个大灼 点个灯 要取那个光明像 那一个就是做法衣的观察 那思维法衣 法光明 就有这两种 然后来自昏尘睡眠 那么修止其想来自调局 俄座 这五盖除浅 定也就要成就 那么底下就开始讲 这个 因为他这里是讲五庭新观 讲五种 五种对峙人 那先讲不敬慈禧 这个是二甘露 那导师从二甘露里面又讲到 所谓的五庭新 我们来看 为了修发 真慧而修洗禅定的 叫做心真上学 那么心真上也就是说定真上 以中 那么他说 这个叫做助心法明 佛多教授不敬观跟慈禧念 慈禧就是 修出入洗 就是阿纳波那 要到里面去 要到里面去 外面讲 奇怪 所以就突然掉到里面去 好 你又动 那么 使弟子们从此下手 修定而修发珍贵 这在古代 您这个叫做二甘露呢 那什么叫甘露呢 甘露就是不死 其实就是可以解脱的 因此修行可以趋向解脱的 不死就是解脱的 其实 只要生没有不死 只是说这一次死后 不会再死 是这样子 那么你即使修甘露 你还是要死啊 佛头在古代寺上成佛 也是要死 但是这一次死后 下一次就不再死了 所以叫做 我生已尽 不受厚引 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叫做不死 不死就是甘露 长生不老了 长生不老要了 甘露 印度语的甘露 比中国传说的先丹相近 死不死了 佛法以此辟喻 不生灭的灭 就不生不灭 不生就不灭 有生就有灭 所以有生就有死 你要不死 除非不生 所以佛法 不讲长生不死 不讲有生 永生只讲无生 因为无生就无灭 不生就不死 那这个叫做甘露 那一般 比如说 我们常常概念的就是 往生座 阿米尼多 这个就是甘露的意思 所以往生座叫 四甘露座 那么 阿米尼多四甘不比 阿米尼多比加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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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基本上有四甘露 那其实他是在说 阿米尼多比修这个 往生建筑的法门 你们都会报答 那个 越南到无生 他是不死 他是甘露的 就是这个甘露法门 就是解剖法门 不死法门 因为他无量受 那他讲到 这个修习这两大法门 为了了脱 能了脱身 所以就是能够解脱的意思 那么 所以叫做甘露门 那么 其后阿比达某论师 加上戒分别 称为三度门 这个就是二甘露 跟三度 佛所开示的禅观 如约众生的特众不同 修习不同的对之 使兴建规安定清静来说 那古代的大德 成种既为武庭兴 这个我就稍微讲一下 武庭兴 那么武庭兴后来 也稍微不一样 就是从修摩罗水之后 那么稍微不一样 那么武庭兴里面 那么 一个就是 不见关 不见关 这个是对之欲贪的 这个是致欲贪 欲见的贪案 也许是特别对之欲欲心的 那么 老师这里写贪欲 这个就是欲贪的 那么 慈悲观 不慈心官 慈悲观 对之稱恨 不慈心官 不慈心官 对之无痴 就贪嗔痴 那这个三个就贪嗔痴吧 另外 所谓的戒分别 戒分别是关 五蕴是地水火风空湿 这我比较少听到 这个是对之我慢的 所以就是断除我见的 我慢就是我见的 另外有一个 安纳波纳 这个叫磁席念 就关呼吸 席就是呼吸 那我们一般叫做安纳波纳 那我们就关呼吸 简单讲 这个是散乱的 循师散乱 那这两个 这两个叫做 敬关 跟 这个两个叫做二甘路 二甘路门 两个甘路门 就是两个可以达到最粗 基本上修这个 不派佛教本来都是二甘路 就是比较残缺的 在阿安经 你可以看到 最初都是修不敬关 那不敬关 其实不是佛教发明的 外道就有了 那么这个不敬关 跟这个蜀席关 我们叫他属席 也不是属 就是 因为他不一定属 属席水席 就是粗路席 那这个叫做二甘路 那在这上界分别 就叫做三度门 那 度就是可以达到 就是 这个 这个 然后就像这个 那么 基本上就叫三度 然后这个叫做五情心 好 那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五情心 就是 是什么 念佛 就是 把戒分别 用什么来取代 跟念佛 念佛观 念佛观是 就是 就是念佛 持语念佛 或什么念佛 念佛 念佛 念佛对是什么 他说对是多等分 多等分的意思就是 多等分就是说 他 修这个 只能对之一个烦恼而已 那 念佛的话 可以对之 很多的烦恼 所以他说 这里面没有说 但是就是说 五情心里面 后来用念佛 代替 念佛代替的戒分别 那 这个多等分就是 贪 称 痴 善乱 贪 就是 不像是我嘛 贪 称 痴 跟善乱 有一些可以 对之多等分 然后把这个戒分别 换成 念佛 变成五情心 那这个是从 揪摩罗斯以来 都是这样的 就是 那么 揪摩罗斯跟一个 唐摩密多 那么 他有所谓的 座禅三面经 就是专门在想财修的 揪摩罗斯翻译了 几本财修的经典 一个座禅三面经 一个是 禅密药法经 另外 叫做 思维药略法 这个都是禅修的 那么 这里 这个里面 都以念佛代替 戒分别 另外讲五情心的 谭某密多 这个是佛陀密多造的 但是谭某密多翻译了 叫做 五门禅经药用法 这个是罗斯翻的 五门禅经 这就是五情心 五门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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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经药用法 禅修的经药 这个是 叫做佛陀密多所造的 那么有一个叫唐姆密多翻译 南北朝的时候就以念佛 所以后来我们讲母庭心过是念佛 以念佛来代替了戒分别人 就不敬官 慈悲官 延吉官 然后蜀吉官跟念佛官 都变成是这样 那这个是后来母庭心有患 然后玄战叫做五种晋起 一切是这里面叫做尽情所缘 那戒分别就是官 官这个身心是避水暴风空死 那么这个来对峙我 其实它叫做五我官对峙我慢 那这个是五庭心官的一个不太一样 五庭心二甘入三部门 那因为它现在不在讲五庭心 它现在在讲二甘入 那二甘入如果从阿安静里面看 比较早期就是修不敬官 但是不敬官后来发生了 死了很多比修 你修不敬官修到悦慕自己 然后他又不能 他就请人家把他杀死 你修不敬官修 也也叫做陆龄犯罪子 那么就是陆龄子犯罪 那么很多比修就请他杀他 杀的时候那些衣那些窩都归他 这样杀了六十个 杀了六十个比修 因为他不能自杀 所以就请人家杀 所以后来又自杀又叫他杀 那你也不能就请人家杀 那这个或是请谁去杀 那么他这个后来佛陀就开始 叫大家修所谓的安纳罪 就后来就偏向你属习官来代替安纳 代替这个不敬官 造型很多都是修不敬官 尤其印度士又一代 好 那么先来讲不敬官 就是因为发生过 一个叫做陆龄子犯罪 杀了六十个比修 那其实他们是要自杀的 那都是因为说不敬官来的 所以说不敬官本来是要对之称恨的 对之贪爱的 那贪爱对之的却升起称恨 称恨不是称恨别人 就称恨自己 对着自己怎么这么灾 他不敬嘛受不了 那我们来看不敬官是先取史诗的不敬向而修习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九想 那不敬官其实到底怎么修 原则上是光不敬 那光不敬一开始怎么修 其实不敬官有所谓的九想跟十想的差别 那次定也蛮不一样的 就是各个经论说的不太一样 那老师这里讲的九想 那么那么九个的次定有很多讲的也不一样 那这个应该可能是如果是第一个清淤响 第二个浓烂响 那么大制度论的次定也是第一个清淤响 第一个浓烂响 那没有大制度论第一个次定是第一个是膨胀 第一个是先膨胀 那这个不知道是一什么的 那有一位有各式各样的次定不太一样 那南传跟北传又不太一样 南传的基本上是十想 北传的是九想 九想 那这九想我们可以来先看这个是 第一个清淤响 清淤响就是 就是 你死了皮肤会发黑 这个黑千或黑千 皮肉会开始发黑 有那种黑斑 就是开始有清淤 血液不通 第二个浓烂 我们说这个次定 各个经论讲的不太一样 这个次定各个经论讲的不太一样 那但是我们就先照 到老师引着这九个次定来说 那他这九个次定是一个一个 这个工法官这个 这个工法官这个 这个 但是 次定不一样也有可能是 不一定要照数据 不知道 那就是 经论里面在讲到不静观的九想的时候 那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那 我大致论跟经论的含金都是先讲 膨胀 那 膨胀这里是放在第四个 那这是一般的 第一个说法 第四个是膨胀 那第三个就变化 皮肉开始裂化掉 那第二个是浓烂 浓烂是九孔开始流血流浓 开始九孔啊 眼睛啊鼻子啊 开始流一些东西出来 流水流浓 那皮肤肉开始变化 然后开始膨胀 然后开始鸟 鸟跟虫 开始来吃 那 就开始会有很多鸟跟虫来吃 然后 然后 然后开始 皮肤破烂掉了 然后这些血浓都流出来 一开始那个浓烂是从 从九孔流出来 那 第二个有浓烂响 那 第六个血涂响就是 这些浓血都 从身体 因为破烂掉嘛 从过来吃了嘛 然后第七个分散 就身形开始破散了 那 第八个就肉 慢慢慢慢被吃掉了 只剩下骨头 那第九个散发 可能就慢慢慢慢 你骨头也剩下 一来都 都慢慢慢慢没有了 就形同 形同这个灰土 有些 有些还烧过 烧过就慢慢没有了 就剩下灰了 那么 这个是从一个人 开始变 死了之后开始变 那这个是不静观 另外有一种不静观 就是观 身面处里面观身体的 所谓三十二身分 三十六身分 就是身体有哪些组成的 从外面的 从外面的 髮毛 髮毛 皮 肉 血 就是这样一直观一观 然后 剃破 尿 死 心肝 鼻肺症 把全身的 全身的东西 我们是一个组合物 这些东西组合而成的 一般来讲 男传的做三十二身分 或三十一身分 北传的基本上就分三十六 三十六身分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也是做 辨识做不静观 但是一般我们讲的 不静观就是 去看尸体 但是这个不是 这个就是看身体的这个部分 那有的 有的是去 有的是去 这个看尸体 取那个相位 看自己 然后看自己的身体 然后就是 那么 这个也是 不静观 那么 有一些 还有两种 就是说 除了这个九响 或十响 那么 这里是九响 那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 南传的是十响 这个 老师尹的这个 我们就把它 当作是北传的九响 南传的十响 第一个是膨胀响 我们可以对照 这是在第四个 这是我们讲的 南传的 南传的十响 北传的是九响 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在北传是第四响 反胀是第四响 不是我们说这个经验讲的也不太一样 第几个 第几个讲的不太一样 不过它有所谓的十响 第二个是轻鱼响 第三个是能乱响 能乱响在这里是第二个 所以我们等下来对照看看 我们等下来对照看看好了 第四个是断坏响 断坏 第五个 食材 食材就是被 被蠢吃了 因为印度的尸体 很多都是放在 森林里面 乱闯去吃 如果烧掉就没有了 烧掉就没有 所以就可以看了 他都是到那个放尸主的地方 叫施陀里 有没有去看的 如果在 在中国 那么也没得看 因为他都放在棺材里面 又埋在土里面 也没得看 希望 只有印度 他们这种习俗 你才有的 你才有的修不敬坏 那像泰国的话 不敬坏都怎么修 他们有两种 一种就是 政府会把有一些尸体 那么留给这个 有一些出家人去看 那这些尸体 有些是病死的 那么游民啊 什么啊 病死的 有点像我们有一些 给医学院做解剖 就是像这样 那么他们不是做解剖 有一些留给 留给这个 就是专门修不敬坏的人去 另外一种就是车祸死的 这些 现在大部分都用照片来取代 因为以前没照片嘛 你很难 你很能取向 现在泰国很多 泰国其实比较修 多修不敬坏 那么他们会有很多照片 但是照片都是 生病死的 车祸死的 蚕死的 那么 那个像都很难看 那你就拿这个来看 一个一个看 我去泰国看 他们很多 就是有一个相片 然后就在那边观 就是取相 是取那个相片的 他们都会照相 那么有一种就是 他实际上看尸体 但是尸体不好 不容易找 就是有特别的 提供给他们看 也有这样的 那像我们在这边 要修这种不敬坏 就比较不容易 那有一些就是 从自己的母子开始 关那个蛋 然后关到全身 反正也有很多种修法 很多种修法 那么这个第五个食材 第六个是散乱 第七个是斩酌离相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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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斩酌离相 就是这样 那八个是血涅 如果你要去对照 刺激肌肝度魂外 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 应该尸体的腐盔到剩下骨头 应该有一定的刺楔 如果我看這個不禁關裡面想要不太一樣 第九個是蟲巨 蟲巨放在第九個 第十個是海骨巷 就是白骨 白骨巷 那有些修到白骨關的時候 他已經不是不禁了 因為白骨沒有不禁了 白骨已經是禁了 所以有時候修到白骨關 已經從不禁轉到禁 因為白骨是透明白色的 好 那有些就為了怕避免有後遺症直接關白骨 叫白骨關 也有這樣子的 所以剛剛因為我們這邊北傳的很少在修不禁關 比較少 南傳的也看地方 那一般都是修阿納波納波的 就是蟲巨 比較沒有副作用 不禁關 不禁關 修得不對 或修得過頭 會有過一件的復作用 佛陀時代 佛陀時代 根據紀錄的 就那個 那個 那個露林子犯 自己就殺了六十個比丘 六十個 那後來佛陀就 比較多教這個阿納波納 就修行 好 那這個是 我們可以對照這裡的求想跟實想 那麼這是對自貪欲 特別是淫欲 還有對身體的愛著最有力的 不管你是貪自身 貪他身 另外還有不禁關 還有所謂的 關自身不禁跟關他身不禁 那麼 關自身就是關我們說的三十二神分 關自身不可能自己死掉關 那是不可能 別人死掉關那個就是九種不禁 十種不禁 那麼關自身的不禁 就是關自己 從我們剛才講 三十二神分 或是三十六神分 這個髮毛抓齒 皮肉筋骨 這些 從外面到裡面 心肝鼻肺腎 那麼 淚漢剃破血水 這些 就是一體的 固體的 我們就是總共有三十六個人 那 心態果當中很多人就 有一個三十二神 三十二神分 開始被髮毛抓齒 我們就是這樣 那麼 身體有這幾個組合 這個是關 這個也是不禁關的一種 那這個是四念處裡面的深念處 另外有一種就是 關他身不禁 他身不禁 我們剛才才看是那種關 關流龍流血死掉的 這個不是 這個是從他的這個 幾種來看 你說 可以這麼說 這個我們比較少遇到 就是說不禁關 這種九種不禁跟十種不禁 那個是關十起的 那這個不是關十起的 這個還有四身跟他身 關十起的 關十起的 就是關別人 不可能關自己的 那麼 那這個是另外 這個是赤身是三十二神分 或是 臂傳的是三十六神分 那我們用三十二神分來說 這是 這是身體的三十二個組成物 髮毛爪齒 皮肉筋骨 剃脫血 汗 這一些 這一些 然後另外一關他身就是 他是 他也不是 那個九想十想不禁 他是 關幾種不禁 第一個 種子不禁 這我們也可以看 種子不禁 就是 每一個人一開始 都是腹筋骨血 而來的 所以叫做種子不禁 這個種子就是 你怎麼來的 腹筋骨血 我們習慣講腹筋骨血 那其實是腹筋骨卵 你基本上是從這裡不禁來的 這個是種子不禁 第二個是 住處不禁 這個也是不禁關 住處 關不禁 住處不禁 住處不禁 就是 你 你開始是住在母胎裡面 那母胎的環境 那也是不前進 都是血 都是那個水 血 好 那麼第三個是 志向不禁 那麼你出生之後 出生之後 你的九孔長留不禁 眼有眼死 耳有耳死 鼻有鼻死 那麼這些九孔長留不禁 然後大小便 這個就是九孔 大便小便 那麼兩個眼睛 兩個耳朵 兩個鼻孔 那麼這一些長留不禁 另外還有一個 終究不禁 那麼 還有一個字體不禁 四象 字體 就是從外相看 九孔長留不禁 那麼從內在看 這個就是三十二生分 就是這裡的 有這個 有這個種種的 其實 不管是 裡面的死 尿 汗 剃脫 還是心肝不樂症 這些都不是 就是 就是指這些的 然後第五個 都總共關於五個不禁 第五個叫做 終禁不禁 就是終究不禁 到最後都化成灰塵 化為灰土 死後都變成灰土 終禁 什麼叫做 終究不禁 行辱灰塵 化為灰塵 灰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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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也沒有 那這樣 這樣來觀這個不禁 所以 看起來不禁觀還有很多種方面 很多種觀法 好 他說這個是最有利的 好 那現在來講 慈禧念 就是古名講的屬禧 但是一般不一定屬禧 是心 心念 初入禧 而修定人 那現在的翻譯比較 比較直接的方法就叫做 關呼吸 關呼吸 那麼這裡講的六廟門 是智者大師 依這個關呼吸 他把它分為六個 那佛法裡面 其實他 如果修定 他就是講子跟關 他其實沒有講到所謂的 但是他依這個屬禧 水禧 然後 所以就變成講的 再加上後面所謂的環境 那其實佛法就是 其實就講兩個而已 一個叫做奢摩他 一個叫做品佛神 就是修止跟修關 這個是智者大師 依修定人他的一個經驗 然後或是他的一個方便的教授 所以叫做六廟門 屬水止關環境 那屬就是什麼 屬就是屬喜 那這一部分 三聖共法裡面講的比較不詳細 到大聖不共法 我們看一下 要翻到343月 343月 那麼他就講的詳細 這個只是大概講 你看343月裡面講到 以念禧 這裡講 這裡他就念禧 其實就是關呼吸 一呼一吸 然後他就講 休息有六門 屬水止關環境 那後三者是 以止起關的官法 那他就開始講 就講的比較詳細 就在這裡 就屬喜 水喜 好 那我們放回來 這裡大概說一下而已 那 屬喜 跟水喜 屬喜就是 從1 數到10 或數到7 那他有幾個規 他有幾個 就是幾個限制 一個就是 你不能數超過10 你不是數越多越好 你數到100 他反而散亂 不能吸 7到10 你可以數到7 或10到10 不能數太少 太少 心也不能專注 太多 也記不住 你要記 11 12 13 14 15 不行 心也不能專注 所以 數喜只能數7到10 不能少於7 不能多於10 大概這樣 那 數初喜就不能數入喜 數入喜就不要數初喜 那這個是數喜 一開始是這樣 就是說你數初喜 就不要數入喜 當然有些人 初喜1 入喜2 那這樣就變成 就很快來 就變成數到5而已 就5次呼吸你就數到10 所以一般是數初喜 就不要數入喜 數入喜 就不要數初喜 那數到7或8或9或10都沒關係 那一般就數到10 一般就數到10 10完了 再初喜 再1 初喜2 初喜3 那或是入喜1 入喜2 反正初喜就不要數入喜 數入喜就不要數初喜 只數一個就可以了 那麼這個是數喜的一個做法 那你要當盤要雙盤 甚至你要坐在雨子上 數也可以 甚至你躺著其實也可以修 那麼你就關你的呼吸 那麼數喜 有些人一開始不數喜 一開始就隨喜 那像試煉處裡面 他一開始也沒有所數喜 試煉處裡面 後面會講到16聖節 那麼16特聖 有16聖節 他一開始就是知習常知習完 他也沒有數完 他只是隨喜 知習常知習完 但是你不容易這時候 你才數 就是這樣子 那就是你沒有辦法 那你就不數 一出息入息 變成熟期 那試煉處裡面 並沒有數 他就是知習常知習完 就是你隨時 你呼吸的時候你關到 你這個呼吸長 呼吸短 你都知道 那你不要去 因為有些人 數或關久了 他會控制呼吸 控制呼吸就不對了 就是你只是觀察了 你的呼吸長或短 那管就比較緊去 那長就比較緩長慢 然後漸漸會長 管漸漸會長 慢慢慢慢 就這樣關 那有一些不容易關 他就怎麼樣 有些是關肚子的起伏 那一般是 一般是這樣 有些是就是關這個點 那麼你因為你吸氣 又要經過這個點 那麼你仔細關他的手 那麼就是 呼吸出呼吸入 然後會經過這個點 然後你就這樣關 有些是怎樣 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但是這個是 可能是比較 比較簡單二樣的方法 就是你就關這個點 就是洗場 但是你如果不要關 你就直接 只是把把這個注意力 放在這個出洗場 跟出洗館 這樣就可以 就有很多種 很多種做法 那這裡的一開始 六廟門一開始是鼠息 那鼠息也是比較常 常見的 那在343件那邊 有稍微講一下 那第三個是指 指就是我們說的奢魔他 其實就是 一般我們叫襲珠圓律 就是你開始射心了 射心 那麼急進他的這個心 先讓他攀住了 攀住在水上 那第五個 第四個是關 關我們叫匹佛神啊 關就是關這個五運的虛外 虛 關一定要跟五運無我結合 所以我們講關在五運無我 那這裡因為他有六廟門 那一般只有匹佛神啊 沒有後面在環跟見 那環跟見是從關而說的 就是你一開始關五運無我 五運無我 你不是你就知道五運無我 不是一開始只是這樣關 關這個五運虛是虛妄的 這個是關 環就是 環就是你能關的心也虛妄 基本上就是 關這個心無產 非死不死在 能關的心也虛妄 這其實關環境就是從關而來 就是虛妄 那禁 禁就是 那麼你正高無落字 正間五運無我 你前面那個關五運無我 然後能關的心也無常 然後從這裡 那麼喜諸萬象 清淨啊 可以清淨啊 那麼不在五運上起分別 這個叫禁 那時候還有十六聖行 那十六聖行其實就是 安娜波娜的十六種 其實試念出來 身受心法 他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參考一下就可以了 十六聖行 十六聖行也有一些不同的說法 這四面柱的身 身受心法 身受心法 那一般我們講 這個關身不敬 關受世古 關心無常關百無無 這個是別項面柱 總項面柱的時候 都是關無常無我 苦空無常無我 好 那麼這裡的所謂的身念柱 那麼其實也有一些不同的說法 但是我們講比較常見的 就是出息 出入息 就是關呼吸 長 然後第二個是念出入息 短 那麼第三個 他寫的是除身寫 那第四個是除身寫 不是絕生 絕洗片生 除身寫是第四個 第四個是除身寫 除身寫其實就是這個是關身的部分 是身心穩定的狀態 因為絕洗片生 如果依我們的經驗 它是 就是 就是你關呼吸 關到本來的呼吸是從這裡變的 那你會覺得 後來你會覺得全身在呼吸 但是有一些我這麼看 但是就個人的經驗 會覺得 你會覺得 呼吸不是從鼻孔 是全身嗎 是同樣的呼吸 會有這種 我們先下課好了 這樣吃 先下課一下